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欣赏船河新式宴 不是夜宴, 是新式宴 好像不是很多人 沒錯, 這個就是賣點 不是很多人 而且坐得舒服 也不用跟人搶食物 一個一個都不知多享受 究竟這隻是新船 還是新服務 看下去你就知道 而且價錢是多少 799 799 799 匹 包排你吃 最重要是可以欣賞到 落入美景 只要無限好指示 近黃昏 黃昏美景真是美 正式開始之前 記得分享, 按讚, 訂閱, 按旁邊的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每一條影片 首先要尋找這麼美麗的新式美景 就要去匹南散 這裡就是Terminal 21商場 地下那一層 說到最地下那一層 有一系列的咖啡甜品店 大家要長一周 看一看 這些咖啡店 全部都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這些特色 這些商場的咖啡店和甜品店 是沒有的 是這裡才有的 究竟是什麼呢 看下去你就會知道 不斷賣關子的 對呀, 放播中 不然點壓多你看五分鐘 有收入 記得不要飛片看 幫幫忙 那個女生的背影挺漂亮 不過剛才聽到她的聲音好像挺紅 Anyway不要緊 其實Terminal 21商場 這個地下地帶有很多的咖啡店 餐廳、甜品店 全部都有一個特色 就是什麼 大家可以看到 剛才那間室外地帶 看出來就是河邊的美景 還可以看到Sunset 甚至 After You 都有一個位置可以看到河邊日落美景 Terminal 21商場 這個梳化碗 正如正 坐在這裏 對到正一正 這幾間 我沒有記錯 是韓式的甜品店 因為現時 太陽夠為曬 就下了個碗 否則 依然可以看到這麼漂亮的景 所以說 在這裏 無論你想吃甜品也好 吃雪糕也好 吃一些韓式的食物也好 甚至乎 那一間就是吃意大利餐和喝酒 都可以擁有一個 河邊的樂日美景 就不需要再去其他其他地方 很多遊客的地方 其實這個地方 這個地帶 就不是很多人知道 因為一般人 如果我想擁有這個河邊美景 還太多日落 都會去那幾個地方 有人就說太多遊客 尤其是某個商場那裏 和夜市那裏 都很不得了 多人做什麼 多人上船 多人上船 船可夜宴 但其實 如果你都想擁有船可夜宴 都可以 加上這裏 亦都有一隻船 可以讓你上去 然後 漫遊超拍夜河 吃東西 飲食 所以 在這裏 上那隻船 和 享用它的服務 就不會再怕 迫人到不得了 和太多人 一時間 時間到 我們上船 就是這裏 這裏有意大利餐食 亦都有酒飲 所以 大家欣賞河邊美景 和有日落的感覺 就可以來這裏吃 甚至乎坐這裏都可以 不過 催求日落美景的浪漫 不單止遊客 本地人都很喜歡 很喜歡的 雖然剛才說到 那裏那間 亦都可以吃意大利餐 喝酒 但我不多喝酒 所以我都是選擇這間 這間一開始都會看到 就是一間 咖啡小店 有室外地帶 這裏提供的咖啡 有好幾種 兼且都是精心炮製 因為這間店鋪 是近年在泰國新開的咖啡店 在Sogovid都有分店 見一班年輕人 為了興趣開咖啡店 於是這些小店 就要支持一下 是好喝的 還有蛋糕 Homemade Cheesecake 雖然現時泰國天氣開始熱 但現在在這個環境 兼且有河風吹迷 都不算超熱 熱 食物會不會超好吃 坦白說 芝士餅的食物 都是差不多 不止於超好吃 但也不難吃 其實都好吃 那是怎樣 總而言之我覺得 這樣的價錢 有這樣的位置給你 還有精心炮製的咖啡 是值得的 但可惜一點 因為我尼早了 我一看出去 就未見到日落 晚一點才會有 但我日落 就比不到這裡 我會比第二 就比什麼 比一隻船 那隻船到了 一會上船 就在上面 在泛洲 超柏爺河上 一邊就喝東西吃東西 一邊欣賞河邊 美景 幸好現在都不算太熱 加上河風 我想都應該OK 好 現在在吃一些 的芝士餅 先打底 這杯咖啡 裡面 就有些珍珠 這杯 就類似雞味酒 但其實都是咖啡 做完賣相 都很英俊 小店 尤其是年輕人 是要支持一下 這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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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在這裡 拿這杯咖啡咖啡 嘩 穿得這麼漂亮 去飲 哎呀 真是 我都比夏來 我穿得這麼普通 眼前所見 來這隻船可夜宴的人 下 以泰國人為主 遊客就不是那麼多 不過這杯咖啡 沒有膽保證 當影片出了街 以後會不會多了 香港遊客 多了香港朋友 我不知道 但以暫時目測所見 本地人多過遊客 於是一拿著它 就可以上船 嘩 這艘船真是漂亮 不過不要搞錯 我們不是上這艘 給我Y-SHOT 看看 我們是上這艘 沒錯 這艘才是 我們的船可夜宴的船 相比起 在Azertip夜市上 人們等上船 的情況 完全是兩回事 兩回事 好 那我準備上船 上船之前 又有些事情 跟大家分享 再給大家看 這艘船 這艘船 一般來說 每天 只有晚上一輪 就是晚餐 但是 星期六日 現在多了下午 旁晚時份 的一個Sunset 我們這次要加入 就是Sunset之旅 正如一般的船 和夜宴一樣 這艘船分了 冷氣室內地帶 以及室外沒有冷氣地帶 為了拍攝出來 好看 我就願意犧牲自己 坐室外地帶 大熱天時 都辛苦 但沒辦法 為了拍攝出來 好看一點 如果大家有興趣 光顧的話 記得 其實室內當然好很多 有冷氣 好 我們上去看看 嘩 絕對有美麗 我拍攝過 那麼多次的船河夜宴 未見過這樣的景象 個個都拋傘 為什麼呢 不是因為下雨 怕曬 泰國人怕曬 其實在這個位置 由於照妖鏡 你會看得很清楚 那位先生 沒有擔車的 應該是遊客 這些擔傘 一定是泰國人 對 這堆都應該是泰國朋友 因為泰國朋友 怕曬黑自己 我們要Man 越黑越好 最好一天 當空曬黑一點 那就為之非常好 這個擔傘的情況 也有趣 當然最重要的是 其實食物很好吃 有多少食物 一起看看 究竟這個船河夜宴提供的自助餐 有多好吃 有什麼食物 看看有什麼好吃 都是那些大陸食物 一般普通酒店自助餐 都是吃這些 此外 跟其他的船河夜宴一樣 食物是不斷添加的 不會因為人太多吃光 然後不能吃 但是也要提醒大家 這裡的價錢 只是包食物 至於我喝汽水 可以嗎 喝啤酒 雞尾酒 可以嗎 當然可以 沒有問題 不過要另外付錢 大概5點左右 船就開始起行 你會看到後面 今次整隻船的食限 是這麼多 不會太多人 大家也很守規矩 排隊拿東西吃 也不至於摩堅折腫 逼得不得了 正如剛才所說 這裡主要是本地人 居多 就油客甚少 雖然我撿到一隻油客 一件油客 但是都是一件 大多數都是本地人 而這裡的價錢是多少 這隻膠膠 我說這隻新設的Dinner 這隻膠膠 即是7、8、9、9元 食物都多 我覺得 起碼不需要跟其他人逼 如果你想塌塌塌 不太逼的話 可以試試這隻船 至於吃的食物有沒有驚喜 老實說 大多數的船海燕 吃的食物都差不多 今次有幾個人來 所以可以做多些食物給大家看 擺得漂亮一漂亮 至於好不好吃呢 魚生可以有多好吃呢 這些蝦又可以多好吃呢 這些蟹又可以好吃到怎樣呢 這些手捲和這些食物 都是一般水準 不會覺得是超好吃 或是超難吃的 一般水準 還有一樣東西 你給799元 你可以預期有些什麼 好吃到不得了 不要傻了 不要搞這些東西 即是合理價錢 吃合理食物 都是那句 這裡也有歌手現場唱Live 唯一的就是 你可能會介意 這麼熱 我會曬黑自己 要擔遮 擔遮 擔遮會很累 如果你擔心 吃夜一點那一輪 夜一點那一輪 晚上就一定不會曬到你 我喜歡man 我當然選擇這個時刻 順便曬太陽 唯一有點介意 就是大風 吹斷了頭髮 如果風沒那麼大 不吹斷頭髮就不太好 但不吹斷頭髮 沒有風就很熱 但不說太多 喝東西 吃東西 欣賞周遭美景 最重要是 河邊Sunset 其實由我當年出道 寫旅遊書也好 甚至只有拍電視節目也好 都拍過不少這些 船海夜宴 Sunset之類 都是那句 建議大家 就坐Sunset那個彎 就好過夜晚黑那個彎 還有呢 今次這隻船 真是 罕有地 不太多人 所以我隨便找個位 擺姿勢拍照 都不怕拍到路人甲月丙丁 而且也不會 怕阻礙其他人 真是相當之free 至於路線那方面 會不會不一樣呢 基本上大多數這些船 路線是一樣的 都是大概在鄭黃廟附近 就去到阿康市隱附近 來回一轉左右 這樣 說得兩個 咦?就到這個Azertip了 後面就是Azertip夜市 大家都知道 通常 船海夜宴的船 都會拍在那裡 有些遊客上來 這隻船會不會都有遊客上來 是會的 你又說不會的 冷靜一點 聽我說 這隻船逢星期六日 就有這個Sunset之旅 即是現在這個 就是在Terminal 21 爛散 上了船 一直到前面那裡 然後就回去 大概一個多小時 是沿途不停站 不會有其他遊客上來 但平時 或是星期六日 Dinner 那隻 就有機會 停在那裡 等其他遊客 世界各地的遊客上來 到時就會擠涌一點 這個位置其實就是 Dinner 那個部分 但是呢 你上來吃Sunset 就可以在那裡拍照 沒有人理會 這些位置拍照 之後正 在那裡拍 接著叫攝影在前面 然後Soon 過來 接著 Soon 過來 看到一個人 靚靚仔仔 後面背景 就靚得不得了 是嗎 現在是Sunset的時候 陽光剛剛好 又不會太光 亦都不會黑蚊蚊 出來眉粒粗 亦都不需要打燈 所以 記住 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若然你們 成一個Sunset之旅 的時候 在那裡拍照 大家說對沒有問題 漂亮到爆 我們再上去上面看看 依然是這麼少人 對呀 是很放鬆的 又不會太吵 亦都不會太多人跟你爭食 真是坐得舒服 對呀 不過這樣 不過這樣 若然你真的很想夜宴的話 都不要緊 你選擇 在帕南傘 Terminal 21上船 你總是第一轉人 上船 於是 你在未去到Azertip 等其他的遊客上船之前 你都可以任影不生氣 拍飽它 對呀 拍飽它 直至到 當你喝完頭淡湯 拍完之後 遊客們才上來 那你要拍的都拍完了 那就不用擔心 對於某些遊客來說 這些的船河 Sunset之旅也好 晚宴也好 都有它的魅力所在 但對於我們來說 在這裡住了這麼多十年的話 其實要看看 要坐的錯過很多次 但為了 尋找一些新的元素 給大家看 puisse坐再一次 畢竟景觀景觀 而且消費 Bh consists of a poor 而且收入也十分低 小оном 例如來會吃一餐 看看景觀 其實也蠻所得起的 美女 試的照片 realism賣得不美 當然是美 陳 E smois 大命快來到陳 E smois 身邊都會見到這裏 旅船河ested 會經過這個位置 陳 E smois 但黃屋全部都會經過 大家可以搭進F Sudan la暹和 bucks 真的好 老實說 如果我硬撐著臉皮衝到那裏 阻礙著它們 那都可以的 它會來我不學 但不要那麼壞 大家都是人 禮藥一下別人 而是紳士風道 我在這裡拍一下它們 也有美女看 再說一次 若然大家坐船河的新設宴 就可以下來這個位置 任意不生氣 而且最重要是不會太多人 亦都不怕食物給你搶食 這裡較為寧靜 價錢我覺得是值的 反而船河夜宴 雖然有人期望燈光璀璨的超帕夜河 但超帕夜河不是整條河都燈光璀璨 有些位置七黑一片 所以大家不要騙自己 雖然手機現在很先進 晚上不打燈都好像很漂亮 放大微粒很粗 但現在這些天色 放大微粒都應該OK 所以如果想有一個較為寧靜的船河之旅 還有有漂亮的地方給你拍照 這個也是一個好的選擇 喝杯勝的 時間真的覺得快 吃一下東西 喝一下東西 拍照 走來走去 然後就回程了 回程開始日落了 開始天黑了 所以看到的景象又不一樣了 因為各個地方都開始燈光和火燭 開了燈 加上Magic Hour 藍色的天 感覺又不同了 其實有個位置大家一定要拍的 就是 因為當中經過幾次大橋 正在橋下 這些鏡頭一定要拍 但很可惜我錯過了 只是拍到最後一次 大家不要學我 不要掛著拍攝自己的寫真 那些橋底的鏡頭 一定一定要拍 幾乎忘記介紹 沒有拍到 旋上的廁所有冷氣 而且還很舒服 也有條喉 給你洗屁股 哈哈哈哈 好 上船 終於完成了一個過幾小時的船河 新設宴了 大家不要弄錯焦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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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老實說給幾百匹相對焦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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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 沒有問題 這個才是賣點 而上這艘船 可以在哪裏上 就是在這裏 批嵐傘的 Terminal 21 這個位置就可以上船 暫時這裏 不是太多人知道 所以亦不會有很多遊客來這裏上船 於是乎你上 舒舒服服 進行船河新試驗 就要來這個 Terminal 21 批傘這裏 都要提醒大家 怎樣來這個批傘的 Terminal 21 看看這一個指示 他們有免費的Suttle Van 在這個BTS Surashat 站上落就可以了 看看時間 看不及就慢鏡重播 臨時